你有没有把洗衣粉倒进过马桶里 如果没有 那你一定要这样尝试一次 因为我已是无意间发现的这件事情 在这个视频里 我将给你展示 为什么应该把洗衣粉倒进马桶里 昨天我正要清洁马桶 但是发现马桶清洁剂空平了 转头看到了家里的洗衣粉 于是研究了一下洗衣粉的成分 这些成分都是清洁油物的表面活性剂 污垢和沉积物可以很好的被溶解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新方法的尝试 我先将马桶进行一次冲水 因为这样马桶表面便湿 更加有附着力 然后均匀地把洗衣粉撒进马桶里 请注意 这时不要马上开始清洁 请等待十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以后 拿起马桶刷 轻轻地将马桶刷一次就好了 刷完以后 你会发现马桶变得捷径如新 这是我用过的最快速有效的方法 而且不会有难闻的气味 如果你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妨现在就去试一试 每一个视频都是一个解决方案 记得点赞分享去帮助更多人 我是妙召先生